主厨特餐 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以前视障者是在写明学校就读 那现在因为社会的开放 还有服务也慢慢的提升之后 很多视障朋友已经不再是在特殊学校 而是到一般学校去就读 那我的工作跟我同事的工作 就是去一般学校服务视障者 然后告诉视障者 怎么在一般学校跟一般孩子融合 然后我要教导一般学校的老师 怎么帮助这个视障者在一般学校 学习 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一般的小朋友 跟视障者相处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到哪些部分 然后大家就会相处得很愉快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工作有 等于说辅导 心理层面的辅导 或者是做沟通的一个桥梁 还有跟学校说 这个孩子他包括科技 现在一些新的硬体软体上面 怎么去协助他更加的融合学习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工作 对 他是台北启明学校这边的 你们的一个任务单位 这只有台北有吗 还是其他地方也有 其他地方目前也有 台北市的巡回辅导 是隶属在台北市立启明学校里面 那其他县市有的会隶属在教育局 有的会隶属在某些学校 就是各县市都有这样的服务 只是他隶属的单位不同 市障教育资源中心 除了这些辅导的部分之外 你们对于一些在科技上的应用跟协助 你们要很早去探索或者是很积极的去了解 对不对 希望自己的生活更便利 也希望自己更独立 不过探索这个科技的部分 会比较偏重在大学 比如说像淡江大学 它有一个盲胜资源中心 它就里面就有一群市长者 专门在尝试这些新科技 跟这些新的产品 是 那他就会互相分享 他主要是服务那个高等教育 跟出社会的市长者 然后他会做那个电脑的团体班 还有手机应用 还有个别指导 然后另外就是新科技的开发 跟制作点字书跟电子党的 他们去研究了哪一个新的科技 可能适合他们就会跟大家说 像以前智慧型手机 刚可以用的时候 他们就会先尝试 然后再把那个试的结果 写成教材 然后开课教我们这样 你周围的所谓的科技产品 你觉得对你的生活 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跟帮助的有哪一些 这个非常非常多 像那个扫地机器人 大家一定没想到 扫地机器人对市 还有那个拖地机器人 还有那种插地机器人 其实对市长者还蛮方便的 因为我们视力不方便 那我们如果以前扫地 有时候真的 比如说纸屑把东扫到西 又把西扫到东 那纸屑就跑来跑去 我们都追不太到 那有这个扫地机器人之后 我们把家里的东西 处理好之后 他就帮我们处理好 那基本的东西处理好之后 我们再去扫地或什么 家里就会变得很干净 后来扫地机器人也是一样 所以这样的设备 对我们来说很方便 那另外最近我们市长者 也在倡导那个语音提款机 各位一定想不到 其实市长者对提款 其实还蛮大的需求 可是过去 不瞒各位说 很多市长者 因为过去没有这些 这是语音提款机的设备的时候 很多市长者都要请朋友或家人提款 人知初心本善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见钱总是会有点 所以之前都有发生一些 很奇怪的社会事件 法国他们在语音提款机里面 就像电脑一样 装了一个语音设备之后 那市长者就可以透过键盘 然后戴上耳机 然后听说 听到现在语音操作的状况 那就可以自己领钱 这个部分对市长者的独立 是非常方便的 它就像我上一集节目说的 它只要在电脑里面 植入那个语音的设计 然后用键盘操作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领钱 这个部分对我们的帮助 非常非常的大 国内现在有语音提款机吗 国内目前有 但是还不是很多 在捷运站的某一台提款机 有那个设备 只要各位看到提款机有钱 无障碍提款机 那个应该就是 但是如果我去领钱的话 比如说我要领一万块钱好了 那他会念出来说 你领了一万块钱这样 因为他怕那个 大家都知道我领一万块 所以他要戴耳机才可以 对对对 因为他如果公布出来之后 哇那后面的人 都知道我领一万块 还有那最可怕的是 您的余额不足 那听起来更是尴尬 很好幽默 所以就是他会让我们戴耳机 那这时候我们实际上 就可以自由的提款 这也是科技带来的 很大很大的进步 那还有各位 到水的时候 那个饮水机 其实饮水机有语音 这各位觉得很平常 对不对 我们公司的饮水机 就只有开热水的时候 会有语音 有些是都有 可能每一家的不太一样 是 对 那这个对市长者 也很大的便利 因为他知道 今天按的是什么水 另外还有很多很多 这在科技真的 他都不是只是为市长做的 但是对我们市长者很方便 像现在智慧型手机 以前贾博斯在路上走 然后他也是遇到一个盲人 那一个盲人就跟他说 如果我能够很自然的 使用你的iOS的系统 我应该会觉得这个世界更光亮 然后那贾博斯听了之后就说 我懂了 他回去之后就把他的苹果手机 或是苹果电脑 内建的语音 各位会知道在哪里 就是在他的一般里面的辅助设定 里面有一个语音 voice over 那个就是那个盲人的贡献 那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盲人 现在市长者用最方便的 操作的就是苹果 只是他唯一最大缺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太贵了 对对 我们必须要不吃不喝一个月 希望台湾的苹果代理公司 听到我们说能够 以后帮助市长者 能够便宜一点这样 那他的系统设计 真的是操作的很方便 我是觉得厂商希望听到我这一集之后 各位能够每个人都像贾博士一样 其实很多设计不只是为市长者 像这个语音设计之后 很多老人家也都可以操作 像现在很多手机的APP 比如说像Google地图 我也可以透过它掌握现在目前的位置 不然以前市长者常常走到一半就迷路了 广播里面跟我们说一下 你先用Google地图 Google Map 你怎么用啊 我会先到那个设定里面的一般的辅助使用 然后里面有一个voice over 我是以iOS做取地 就勤果的 对 然后打开那个朗读程式 那朗读程式 因为一般人他是摸到哪里就点到哪里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只因为他不能够摸到哪里就点到哪里 所以他摸到哪里先 会先停在那里念 比如说我现在点到Google地图 然后他点到那里之后 我要用手指点两下 他才会进去 这是最大的不同 因为他如果摸到哪里 他点到哪里 这样我们一下就开太多市场 会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点到那里之后 他会念说 这是Google地图 然后再点进去 然后因为我有连上网路之后 他就会说 您现在的位置是在 比如说永和区仁爱路 他会帮你念出来你在的地点 会 可是有时候 因为我们目前定位有时候还不是很标准 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在309 他会在305 差一点点 对 缺点是不能叫台湾大车队的车子 假设我今天对这个地方不熟的话 可能司机在另外一头 我在这一头 所以这是目前以后 很多APP的定位还需要 看能不能再帮忙我们 更精确的定位 其实你刚刚有谈到苹果iOS的这个荧幕的朗读的这个部分 我自己有在用 真的 为什么你会用 就像你说的 他可能也许当初对视障朋友来说很大的帮助 对明眼人来说帮助也非常大 我自己的平板上面 他的那个辅助使用的时候 就是设定了荧幕朗读 在想休息的时候 晚上你根本就已经眼睛都快闭上了 但想知道一下现在的新闻 我就会点到了新闻的电子报的APP 然后让他荧幕朗读 他可能就会帮我念一些下来的新闻 如果就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不用花很多的精神去阅读他 其实像西林主播这样讲的其实蛮好 其实这两集不是帮视障者做宣传 只是让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产品 不要认为说这是视障者的 其实很多老板他设计 现在也都不会只是所谓的视障者了 视障者其实没有那么伟大 而且他的人数也没那么多 可是大家如果把胸襟放开一点 其实有时候生活会更便利 我觉得是这样 对我来说帮助非常大 我就可能只要闭着眼睛我就可以听 然后一篇一篇的往下听这样子 告诉我们你的梦想好了 你觉得什么样的科技可以帮助更便利呢 在你的生活中 因为现在导航很方便 那我的梦想是因为我小时候怕狗 所以我目前为止没有申请导盲犬 对那再来就是因为我家里的环境不允许 再来就是导盲犬如果它坏掉了 它是一个生物 它是一个动物 我们会非常难过 可是看以后能不能有厂商开发那种机器导盲犬 导盲机器人好了 不要叫机器导盲 叫导盲机器人 然后可以比如说我们事上者带着他 然后他就可以带着我们比如说去哪里 比如说侦测过马路可以侦测红绿灯 那我们输入 比如说我们经常到松江路375号中广新闻 去接受汽灵主播的访问 我把地图设定 比如说从行天宫捷运站 到这个中广的这一段路设定好之后 然后我出捷运 他就可以带着我去 因为我们事上者已经可以操作键盘 也有余音 那假设这样的东西能够成真 我觉得事上者在行动上会更好 那这个东西比如说他也可以帮我们 比如说看钞票啊 逐书什么的 其实把它加在里面是不难的 只是要怎么整合 那就有赖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帮我们开发这样 还有什么东西 也就是生活当中的小东西 可能小巧思也可以帮得到呢 其实还蛮多的 我觉得比如说像不谈科技 谈一些很特别的设计 比如说我希望我们的国内能够建立一个 叫做QR Code的东西能够很完整 那我们事上者可以用手机一扫就知道说 这一屏的有效日期或制造日期或什么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可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办法整合 我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更好 所以这样我们用买东西就真的很方便 那最后最后就是那个电子档了 因为我们事上者现在有电脑可以读 可是现在很多书 因为牵涉到书商 还有牵涉到作者的关系 可是我觉得政府可以成立一个机构 然后我们是事上者 我们就是可以签署一个保密条款 或是一个合约 那我们事上者可以像美国一些州一样 我们签计一个叫做事上者 无偿使用那个电子档的这个设计 那我是觉得这样子事上者 以后再阅读电子书就会更方便 那我们现在这个部分 也需要就是政府 还有大家多帮我们这些忙 是你自己有电子书吗 有 有电子书 有有国内目前也有一些图书馆 会帮我们制作电子书 但是可能还没办法跟上时代 有时候书籍会比较旧这样 是 那你自己是另外一个 那个电子书阅读器吗 不用 其实就是我们 那个书它存的那个PDF档 比如说Windows Windows 10的那个语音软体 或者是我说的NVDA语音软体 就可以顺利阅读 像手机有一些电子书 那些电子书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语音软体来阅读 只是现在这些电子书 好像都需要一些 一些版权 或是一些 就是特殊的处理 了解 那我们试障者暂时使用 还没有很方便 最后一个问题 我请教三光 因为你们的键盘 跟我们一样 输入法其实也一样 是注音输入吗 都有 试障者有使用注音输入 又有人使用无虾米输入 都有 选字的话 会不会有些是困扰呢 如果是注音输入 它会念词 比如说张 它就会张开的张 那庆就会 比如说庆祝的庆 玲珑的玲 它会有一些词 让我们能够知道说 这个词是哪一个字的词 是 然后你再去选字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是先天忙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 偶尔还是会打错字 因为中国词实在太奥秘了 是 那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也有学到说 玲珑的玲 玲当的玲 双目玲 是不一样的玲 这些都是你 老师 或是老师 或是暴读 暴读就是念书 给我们听的那个志工 我会特别问他们 他们也会直接告诉我 这两集节目 告诉大家说 现在有很多的科技 可以不只是帮助视障朋友 帮助你很多的一些 生活上的方便 这两节节目内容 您可以回到 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还有庆林的粉丝页 脸书搜寻中广新闻主播张庆林 我的粉丝专页上面 您都可以回来随选 收听跟分享 也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 让他们知道说 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新的科技 那么今天也听到三光 很多的许愿 也希望我们的一些 国内这么棒的一些厂商们 能够听到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中广的听众 台北启明学校 视障教育资源中心的 视障巡回辅导 李森光 谢谢森光接受我访问 谢谢你 谢谢你主播 谢谢